这种实在的性格 可能跟他之前 所经历的感情生活 也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听见我们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其实我的婚姻 让人觉得很遗憾 以前上班的时候 生活忙忙碌碌 很多问题没有时间解决 退休以后 所有的问题都爆发了 两个人脾气秉性 不一致 一说话 办事 意见都不统一 比每天生活都比较别别领悟 三年前我们选择了结束这段 让彼此都备受煎熬的婚姻 希望未来 我们各自可以找到各自的幸福 男嘉宾您不是会做饭吗 早看了你一整箱的方便面 会做 现在这个公寓 它没有嘎饰 干烧店 电 电磁炉 说你不是有房子吗 为什么还住公寓呢 那房子现在给我前提他们住的 主要是还是学习房 你是不是近身厨户的 对 那你近身厨户找了一半就住公寓啊 公寓住的不舒服 不适合老娘口养老 那咋整 对 咋整叔叔啊 人家提出很羡慕 那个我看那个咱们那个邻居也有挺多户 都是两个人可能住的 阿姨你看呢 我们男嘉宾 咱天不论以后房子多大啊 你就看他现在生活那个状态 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想要给他改善改善伙食啥的 这个我真有点说得挺早的 我感觉就是房子吧 我不喜欢住公寓 最起码一个小区 不用多大三四十坪的房子 你没房子吗阿姨 我房子我写给我女儿的名了 我的房子我想将来 我想找另一半必须有房子 我那房子可以出租一个月 那租两千六 但是阿姨你看啊 又要求男人收入高 然后给你花钱 他得对你好 疼你 这个你 那个你 那咱就出一个房子住还不行吗 其实我们叔叔是有实力的 但你出个房子住还不行吗 也不可能说不行 对一百 也不可能说行 反正是我希望另一半 还是有个住处 不能在一起 为啥不能在一起 在家去呢 长久还行 不长久呢 怎么走 等不出去 免不出去 因为怎么这个二婚吧 在一起 要是真正的是说走到底 什么都好 要是走不到底 上我家来了 这个我们园区好像是都认识我 对我非常优秀 说这么好 怎么找老头 怎么又没了 你看又走了 我不想背这个账 所以脆弱了 动心了 动心了 没看他就那个眼神都不多少 男嘉宾之前那段感情的分开 就是因为沟通 沟通不明白 是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菜 他得他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他不管你别人想吃什么做什么 那你会怎么样跟他沟通 我就和他说 嗯 我就和他说 不和你说了嘛 那孩子都和你说要吃什么了 你又给做什么了 嗯 嗯 他就始终因为他今天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他说行了 给你做好了 你还这锁头那锁头呢 嗯 嗯 我说孩子要吃什么 嗯 你不给做 不满足孩子 嗯 有点 说不过去 嗯 然后呢 他呢 行行行 以后你别提这事 嗯 然后那 那这事就感觉 不耐烦了 就不耐烦了 然后这事 紧接下来会怎么样处理呢 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最终怎么处理 还是咱们牵羊喂 他做啥人就吃啥喂 哎呀 谁的 五千多块钱正多 有点锅呢 是吧 你感觉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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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